我们都知道大白菜是细温和耐冷凉气候的蔬菜 力求节气前后即可播种 但我们在播种时 上午和下午是有很大区别的 播种时间不同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后期的生长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白菜具体种植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小孟 还希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我一下 让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通过您的手持传播出去 非常感谢 秋季大白菜是我国广大农村传统的栽种方式 因为它的生长细性正好与秋季相符 生育前期温度较高 节秋期温度下降 便会形成优质的栽球 而且一些晚收品种还可以在冬季进行储藏 所以在北方地区普遍栽种 也是冬季餐桌上必备的蔬菜 首先我们在选择种植地市 不宜与十字花颗蔬菜进行连作 比如白菜 沙壮土是最佳的选择 大白菜的品种较多 但大致可分为植 圆圆圆三大类型 从生长期来看 有可分为早中晚收性 种植户可根据自家的需求 或市场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性的种植 简单来说 早熟品种一般不耐储藏 易烈球 但它耐热 生意期短 收获较早 晚熟品种一般夜秋较大 耐冬季储藏 生长期相对较长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种植出航剧要大一点 管理时间要长一点 但它可耐储藏一段时间 以此来调节销售市场 选好种植地和品种之后 接下来就是播种了 大白菜生长期间 对淡肥的需求量最大 甲肥次质 对林肥需求较少 所以 鸡肥要十足 对建复合肥和复苏的有机肥混合使用 播种时间可在立秋前后 三到五天则即播种 注意五国南北气候有很大差异 而且我们种植的品种又有不同 所以不能盲目种植 如果是高温年份或长江中下游地区 应对之八月中旬播种 晚熟品种则应提前播种 播种方式以直播为主 调拨或撒拨均壳 调拨行距应根据品种而定 大型品种一般70厘米左右 中小型品种在40到50厘米左右均壳 播种前 土壤应充分的身份打碎 平地或做其播种均壳 然后在土壤上开浅钩 随后撒入种子即可 最后再进行复土掩盖 如果天气炎热 可在上面覆盖镇阳网或稻草等物 具体播种时间建议下午40以后进行 因为大白菜发芽出土较快 大概三天左右 也就是第三天的傍晚正好出土 这样幼苗经过一晚上的生长 第二天就可以适应和耐受较高的光照了 总而言之 大白菜的播种还是比较简单的 而它又是我们喜欢的大种蔬菜 所以历秋后天气适合即可播种了 不要错过时机 OK我们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支持我一下 我们下次见